就是这个车刚提回来的时候的样子 然后做了这个全车的保温隔热 然后对地面做了枣瓶 然后就是工人在开开孔 量距离保护窗户 这是侧面 可以看到这个支架已经做好了 遮阳棚的支架 而且这个支架呢做了电用 然后这边是空调的这个开孔 这是用这个雕刻机做木板的雕刻 然后做里面的柜子 这是把这个最重要的几个部件放上去 先把这个位置基本上确定一下 左边这个空调 这样已经安装好了 这是测试这个不锈钢做的这个水箱 这是客厅的角度来看 两个暖风机 这是车顶 太阳能已经做好了 一共400瓦 做了这个支架 这个大家伙呢 是这个附魔机 它是给这个木板上附一个膜 严格来说应该像是涂层 也是膜吧 就是主要用来这个防水的 用来做这个卫生间的这个木板 这个是基本的位置定下来了 看见橱柜很大 然后这是冰箱下面有一个散热扇 这是用铝合金做这个上下床的骨架 这应该是工人在布线 这个板子是活动的 可以从后面下车 这个角度看太阳能是有斜度的 这样的话就不怕这个风把太阳板吹跑 没事吧 Jay